在舞者充滿魅力與活力的舞蹈開場下 2021國際摩托車暨用品展盛大登場 現場除了各式各樣的摩托車周邊用品 讓人眼花撩亂之外 最大的看點當然就是 眾家車廠新車的發表啦 那在今天的這一次的車展當中 最大的特色就是 除了YAMAHA有推出一款新的 街車的改款之外 還有我們光陽推出了 百萬的電動重機 然後也是第一次會在這個會場亮相 讓民眾一起來體驗 跟跟他有近距離的接觸 除了能夠近距離感受最新款 種機的魅力 本次展覽活動可是相當豐富多元 不僅有教學講座 還有機會一讀百萬級 YouTuber的風采 對 講座的話會有一些類型 像是會有以賽車類為主的 那我們有一個改裝車區 就是會有一些改裝車的展示 讓大家可以去做欣賞跟互動 然後像這幾年 因為發展下來就是騎車人口變多 女生的騎車人口也變多 所以今年還特別邀請到了很多的 百萬點閱的YouTuber來到現場 可以跟大家有一些有talk show 有座談會 然後可以讓他們有近距離的見面會 另外本次展覽活動最吸引人的 就是可以憑票跟參加抽獎啦 每天都會抽出各式獎項 最大獎可是全新機車啊 有興趣的車迷朋友們 1月8號到1月10號 不妨親自到新北市五谷工商展展中心走一遭吧 外題詢問採訪報導 一公分不斷 選評券 跟市民聯盟 保護嗎 不妨礼 醫院 今天